HELLO 我來示範一下 那義學的Transformer 新增了一個Win HubKey的一個功能 他能夠去呼叫那個我們 鍵盤的一個指令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積木塊去下達 那個鍵盤上的指令 那我今天就來示範一個 就是懶人灌水的一個方法 我在網站上面呢 登錄之後呢 讓他自動登錄資料 好 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我按空白鍵開始 好 他去呼叫一個那個打開一個網頁 好 等一下做自動登錄的一個功能 帳號密碼都已經預先先key好了 不過因為怕網頁會開很久 所以我把時間延遲的比較久一點 好 當然他切換欄位都用TAB去做啦 好 這裡面因為網頁有點複雜 所以需要切比較多的一個TAB的資料 好 現在開始呢 我用隨機的一個方式呢 好 讓他key資料進來了 等一下key完實筆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好 資料回圖 好 這些呢 全部都可以透過電腦自動做好 只要你把程式呢 那個 步驟啊 回圈寫好 好 這是一個示範啦 就是說 誒 那個scratch呢 可以做到一個 結合這個熱鍵 可以做到一個自動化的一個部分 那也可以試著用它來寫一個灌水的程式 好 我們十筆之後就會鬆出去了 好 因為我很偷懶 我就不想一筆一筆一去啦 讓電腦去跑 好 第九筆了 第十筆 時間其實也可以再加快一點啦 我只是讓他每一個動作都隔0.5秒 好 撿到資料回圖 最後呢 就把資料的圖做出來 全面都自動化 我都沒有動手 好 今天是一個示範 給大家分享 謝謝